早晨 我是吳仔 早晨 我是汽哥 我們是汽VIVE 神早新聞報寸 周末 汽哥 麻煩你 來到星期六 六月十九號 酷熱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 今天大致天情有一兩陣驟雨 一間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有33度高 新界最高日亮度 吹和喚的西南風 離岸風勢減中清營 大家在戶外就要注意 可以補水和放曬 哇 這麼好天啊 野豬BB都在黨鐵遊車河 我猜不到他在鎖魚沖站上車 鎖魚沖又不是郊區 竟然走那隻野豬進去 網上有片看 野豬在車廂走來走去 去到將軍澳站才被捕獲 有沒有搞錯啊 黨鐵的職員不是把關的嗎 有什麼理由被豬不拍八十通走進去 之前有跪頸之類的 有些乘客又說 有野豬快點走啊救命啊 哈哈哈哈 有乘客說 這裡捉危險啊這麼多人 一隻野豬仔都怕 真的很小的 你看小到 好像一隻小腿三分一這麼小的BB來的 但我上次都見過野豬很害怕 希哥就目睹過事情 那隻大很多 到我小腿那麼高 有個膝頭那麼高 腳腳聲 大埔 大埔經常見到的 但你說在這個港島區 竟然有野豬 真的 還要BB這些 好像剛剛戒奶 那樣的 現在滴了回去 應該就是 愛護動物協會人道毀滅那些朋友 你猜嗎 你猜嗎 應該是這樣 你會怎樣 你又不會有人去領養 你又不會去放上山 他說 對 交給漁農署處處理 這樣 不是啊 他這樣說 他說安排合適的交野地方 野放 但是 這隻這麼小的BB 又行不行啊 他其實很難和家人團聚 是不是 因為他本身在 港島區那邊 他又找個適合的地方 不是應該找回 摄如沖那邊嗎 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那隻小豬 是 國安著命 這樣就 說說台灣的疫情 他好像當作故事聽 喪屍故事 說台灣有個重症的 按摩女病人 他的病情很嚴重 自己拔了一條喉 醫院大逃亡 用口水銅加上痰 就套這個醫護 還大叫 為何要救我 應該說普通話 為什麼要抓我 噗噗噗噗噗 噗噗噗 好像看喪屍片 那樣 不知道是真的嗎 那些 說到 是 有人這樣傳 有些網民大罵 大罵 他說應該要授權 可以打暈他 這樣 很難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知道 再說 英國那邊 就說六成人接種了疫苗 但單日也接近過萬人確診 那些網友說 一句都說 阿斯利康是廢的 不知道 沒試過才知道 沒試過 怎麼知道廢還是什麼 他買了那隻 然後打了 之後就說 六月十五日已經超過六成三的人口 至少打了第一劑 近45.7%打了兩劑 但疫情依然是反彈的 回升過萬人確診達到10809宗 神經病 比未打的時候 再多一點 超過460萬人確診 單日死亡 只有19宗 醫治得不錯 萬多人確診 19人死亡 那百分比很少 他之前又有些中症 那他醫治得不錯 你問我就 是啊 累計 但是已經超過128萬人死亡 因為這個病毒 嘩 這樣又不是啊 你看單日死亡 他超過460萬 他死了四分一人 英國這麼誇張 看看這個數字 嘩 怎麼搞 當然有人說英國人口滅絕 不知道 世界各地都古靈精怪 台灣 說回台灣 原來他那個 就是說 阿全 說他的死亡人數 遠超於官方的公佈 為什麼呢 他說數據揭 多地的火化量 是離奇暴增 你怎麼算呢 這數字告訴你 怎麼算呢 他的醫療系統崩潰 那麼他其他的病 你猜只有新冠 才會死人嗎 什麼病都會死人 心臟病都會死人 什麼都會死人 那麼你的醫生走去那邊 那麼你其他的病人 就死了 這樣算 所以這些 真的很難說 一般火化要燒過半至三個小時 對不對 嗯 那就說說 印度 疫情不是爆發得很厲害 現在 有一個行業 現在做的 年輕人增傷購買人 受保險 叫林作這個混蛋 去印度發展 是不是 他樣子又差 不是說差差 也說他樣子 就是人品差 人品差 是的 叫他過去那邊 大把事情做了 整天吹水不抹嘴 這樣 真是搞笑 這件事 好了 說回壹傳媒的事 五個高層被捕之後 三個人獲保息 有些同事說 對兩個同事被起訴 就感到難過 看到有一個學校 就派壹傳媒的報紙 給一些學生 有一個老師是 買了回去就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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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老師就被停職 就說今天不用你做事了 就說他操手有問題 其實現在蘋果核報 又不是很革命 你問我 以前是 可能讓一些小孩子知道 想他們知道 但是學校有些 就不想讓人知道 但是現在的壹傳媒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看報紙而已 買了那麼多份 自己看不完 派都不行 派給學生都不行 那間學校有問題 我覺得就是 很難說的 那你問我 好像現在很多其他的媒體 都幫蘋果發聲 我昨天說什麼 唇亡齒寒論的網友說 我說得好 當然是 嘩 你真是 有當事頂頂好一點 不是動動動動動動動到我 怎麼搞 其實很厲害 加印度五十萬份 一樣是被人掃了 看到大家都想捍衛新聞自由 然後有人問我 五仔 如果香港沒有新聞自由 你呀 有這麼多 你可以在這裏說新聞嗎 這樣 老實說 我這些 就不算是報 即不算是新聞來的 我是看了別人敢報的新聞 我跟大家討論新聞 你搞清楚 什麼叫新聞 譬如我有一宗新事 爆出來 有阿sir去哪裡 啊 啊 啊 按摩 我第一手說出來 這些就是新聞 我現在說給你聽的 其實就是舊文 其實我是要 怎麼說 很多網友其實跟我爆料 說很多東西給我聽 喂 未經證實我怎麼能夠自己說出來 我跟大家討論新聞 是因為你們懶 有些人懶 看字 有些人是辛苦 那就聽聽我說什麼 有些人就看了一宗新聞 就想聽一下五仔怎麼說 是這樣的 我這些就不算是什麼新聞 叫做討論新聞 先搞清楚 我並不是一個新聞媒體 你要了解一下這件事 那麼 有沒有新聞自由呢 其實就是捍衛 不是縮著縮著縮著 然後還在反問我 你看大陸好像有你們 那些人可以這樣嗎 你不捍衛就沒有了 我都很快沒得了 所以大家自己支持一下就支持 是吧 要支持的 不是你什麼都不能知道 你搞一下就沒有了 這個世界就什麼都 然後就只有上班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你又不知道 英國疫情你又不知道 人家叫你做什麼 你又做什麼 叫你試什麼 你就試什麼 那你就真的拜拜 這個社會這樣 捍衛 那再說 昨天就發現 這個 警方出現了一個行動 叫做雷霆21 哇 厲害了 那就說 用1000的警力 就捉了200人 在這些酒吧 長沙灣無牌酒吧 還捉了26個未成年的人 最小就是13歲的小學生都有的 平時就跟你說 為什麼這麼小時候要這樣 沒有書要讀 我昨天就看了一部電影叫做為愛 我告訴你 這個天下間很多人 就很慘 老爸老媽為什麼生他出來呢 就不是說 用一個正常家庭去想 因為我真的認識 有些很親的人 正常家庭 都走去販毒 很小 十三四歲 那時候我就會用這個原因去說 警察那時候都這樣說 你怎麼搞錯 你正常家庭 老爸有錢 住一些有錢的地方 為何你做這些事情 他一時就犯錯 但是有些生出來 原生家庭 沒有老爸 沒有老母 是誰都不知道 有些人不疼他 有些是本身 其實有很多原因 所以很小時候都會犯這些事情 我今天會跟飛龍哥說說那部電影 因為在網上 就被人唱衰那部電影 為愛 鄭忠基那部電影 那你為什麼要唱衰呢 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昨天也戒燈 我們稍後再說 我今天就會出這個題目 告訴你 現在香港很多這些 低年齡化的 犯法問題 今天稍後再跟大家討論 看到現在警方掃這些 無牌巴的那些 又說三合會 酒吧 Sona 麻雀館 遊戲機中心 都一次過跟你掃一掃 但是罪惡的事情是掃不完 靠大家真的頓悟 不要以身是法 講一下大家很想知道的事情 消費券 八達通第三期 最後那一千元 使用是不受限制的 用一個方法可以套現 嘩 尖叫 起個尖叫 怎樣套現 原來最後一千元 這一招就是 可以把一張八達通 就 拿去放 就是放去那個 黨鐵那裏 和他 揹了他 退了他 就是這樣 那一千元就可以 變成銀子了 大家多開心 那一千元就可以 不要罵我 報紙賣 只是這樣說 有些人說 之前不用說的方法 消費券 對 多個呼吸 這次是報紙說的 其實我之前說的都是網友說的 有什麼是我第一次說的 我感受就是第一次說的 和大家在下面寫的留言沒有分別 不過你的留言 拿這個文字打出來 我用口說的比較長一點 另外說回昨天 和大家跟進過 有一宗叫什麼 調理爐梅 那些 即是 Food Partner 那些外賣那些 都不知道哪一隻 他沒有說 就說 進來的時候 那個外賣員 就非禮了 怎樣非禮呢 起哥就和我的資料搜集了 就跟進了這宗 張君澳 41歲 女叫餐 20歲 巴直男 即是外賣員 借廁所之後 就露鞋 說什麼 要求市主幫他打釘 哇 真的 這些就是 簡形的好心做女企 打算做好心 你看你 是不是很難找廁所 是呀 急尿啊 急尿啊 被我刺水去 怎知道你玩這些 是呀 你真是搞這些 那些年輕人20歲 人家40多歲 真是 會心起 會膽包天 唉 真是這些 他有寫 原來是Food Parter 哈哈 黃子華 是不是黃子華 是呀 真的 就6月12日 那廣告出了 真的這些害群之馬 我告訴你 這些 就是叫做 印巴裔的人士 以前我老爸跟我說 最多的工作 現在就是做這些 外賣員 以前最多做什麼 知道嗎 做什麼 以前最多做銀行 那些 拿支槍那些 那些保安員 他說這些情況 因為他們以前 即是我老爸跟我說 以前 他們這樣 那些同鄉會覺得 影衰他們 因為譬如以前 就是 在銀行做這些保安 做了什麼穿季筒底 做了什麼行為 那些同鄉 他們呢 這樣 報警抓他 他說 抓不抓等等 那些同鄉打獲金 他 唯偶打到他 那些 那些 香港人就叫他 不要打了不要打 他說不行 他說你這樣 拍衰我們 即是如果你這樣 他們覺得我們這些人 都是這樣 然後就自己加發時候 真的 打到Blackjack 然後閹閹一息 現在呢 讓你選 你可以拘捕他 要不不拘 那我老爸那時候 說算了 算了 都這麼慘 是啊 打到嘔血的 以前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現在呢 沒有這支國際場 我相信 他們分了黨派 又這區不同那區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不要歧視別人 就是不要歧視別人 你一個不同一個 香港人都有色摩 我覺得 但是如果你說這些 大家的服務 就是送完東西 就沒有了 就是那個服務 完了 如果有人有一個 莫名的要求 去廁所 你幫我進你家 那你自己就 小心 有些拒絕的情況 或者怎樣也好 因為始終 危險 就像這個 一個女孩 是不是 她要去廁所 你下面的商場也會有 但是你說 方便的 有時候方便人 又會害到自己 拿一條東西出來 叫她幫我打釘 也有的 這個真的是 唉 一單說一單 獨立思想 不要真的歧視別人 另外呢 昨天有個 叫做 苦主 發電郵給我 苦主大聯盟 就說那些 外傭 就臨時加價 希望我講一下 唉 就叫我講一下外傭 有些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請外傭 所以我很難在裡面加把口 但是這個世界告訴你 就是姐姐 你說唉呀 五仔講一下這件事 真是發了很多封信 苦主大聯盟 那你當然是想我幫你 但是問題 這個世界 是不是講公求 有公就有求 沒有公就難求 沒有公應就難有 給到你的 那她的錢是多的 這個事實來的 你不要說什麼 喂這樣 王侯菲又要講一下 是不是 炒一下姜濤的閃卡 又要講一下 是不是 以前YES的閃卡 又要講一下 那沒有的 這個世界是這樣 那 你 那你 沒有辦法 是不是 我都知道他們沒有辦法 之前可能生的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要照顧的 那你貴一點 都沒有辦法 我講完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令到他們的苦主 令到那些外傭便宜 這個自由商業的社會 是不是 那你試試看有沒有其他方法 看看親戚可不可以幫到手 或者一些終點可以幫到手 不過其實很難 我以前也有請工人 要請我終點各樣都是很難 那沒辦法 但是工人不是必須品 是不是 那這些就是你們自己想想辦法 我幫不了你們 我只能夠說 這個世界就是供求問題 那你沒有供應 那你有什麼辦法 你下去去什麼 是不是 如果他在這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犯法的情況下 如果你說他有犯法 因為他不可以這樣坐地起駕的 那你應該去這個 老公署或者去消委會 我說我討論我都幫不到 因為始終你說請工人的人是少 是不是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記得訂閱鈴鐺 下部影片見 拜拜